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珍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珍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长 喂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这一节我们就讲一讲日本风云 好像都没那么容易过 现在最搞笑 很多猪队友 对 很多猪队友 真是挺好笑 日本呢 现在当然 我也觉得他们肯定 是要摆出节目 没事 什么都没事 吃什么都没事 现在美国驻日本大使 他昨天就去福稿 就告诉记者听 不用怕 我们做你们撑腰人 有靠山 台回当然是死 日本有靠山 WTO 就说 如果中国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 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增端的话 美国就会支持日本 这位叫做易曼劉 Emmanuel说 如果日本 采取这项措施 指向 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 我们支持你 不用担心 因为你是我们盟友 而且 日本做法 完全 是合法的 他很不熟书 很不熟书 还有为什么 有些人说 为什么你不相信 国际元智能机构 其实你有听VMA王节目都知道 你以前的往迹太差 而且你现在看得像一群匪徒 硬逼别人 我可以排排 我是美国 我是他盟友 还有以前的一个国家 比较有些历史 牙齿印的尹錫穴 我也不想这样说 但是太难看了 你是好像帮别人背书 你扮事也扮事 结果没有了 尹錫穴全面是谈美的 这个不用说了 他也说我为国家安全 为了顶住金仔 但是金仔是否这么容易顶住呢 我觉得你不如说 海产东西是国家安全 国民健康东西 原来日本自从24号排 核污水 原来日本 有位 高官道歉 因为他说污水两个字 因为日本是叫处理水 安田叫他道歉 最大的贸易伙伴 北京当局 就之后宣布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 日本说不行 即刻撤销禁令 并表示在WTO的框架之下进行 必要的因应措施 日本就complaint了 自从 处理这个 他们说处理水排放之后 很多电话不断骚扰 这件事我就不赞成 你的骚扰 但是 是不是真的这么多呢 如果有的话 我都希望 大家理智一点 我们要让别人看到有理有哲 现在道理在我们这里 没错 因为你过去做得 不好 美国驻日大使说 这种是经济脅迫行为 经济脅迫 你不让 你的东西 卖到中国 而且又不让中国的东西进入美国 是不是经济脅迫 新疆那些东西呢 你说因为 他们是 强迫劳动 证据呢 证据有人访问 你的指控 我说过很多次 你的指控这么严重 但是你的证据这么薄弱 是的 最搞笑的 这些涉疆专家就说 你不能单凭几个 访问就证明新疆没有强迫劳动 你呢 那你自己呢 你就找几个人出来说两句 又是 所以你过不了人 为什么现在 那么多 亚非拉美国家不听你那一套 喂 你知道 认识 李日耳 说真的李日耳的总统巴祖母 真心说我觉得他都好像没什么做错 但是 因为他的印象就被人觉得是亲美 和亲法 亲西方 所以就被人推了下台 现在 老实说你说 是不是李日耳 那些民众完全是反对这次军事政变 我真的不觉得 因为之前我们说 那些年轻人 他们出来说 是不是要打仗我们上前线 你以为他撑巴祖母 不是呀 他们撑军政府 对呀 连军政府都吓死了 这么热情 为什么你们对不起呀 我们是 请那些技术人员 不是上前线 只有那些年轻人 有前线 就叫我们上前线 挡住他们 所以 证明了什么 原来这个世界 都是变了变的 西方在 李日耳就不得民心 这么简单 是的 的确确是 的确确是 这位 美国驻日大使 易曼劉 他说 这种针对 日本的经济脅逼行为 那你们呢 来自中国和周遭国家的 电话骚扰 来自日本和周遭国家的电话骚扰 其实有什么周遭国家打给你 难道是南韩 还有假消息 我想问一下有什么假消息 你说 他就说假消息 但他没有说其他 中国自编自导自演全部都是假的 那些 那些示威都是假的 那他可否控制到你们国家的人 控制到日本的人示威 我看到台媒有人写这些是认知作战 但当然没有证据 他说的你们信的真是大惹 一切都是政治手段 回来说 你们就是 禁止了某些东西 禁止有些产品进入你们国家 从中国进入你们国家 是不是经济脅逼 是不是自编自导自演 是不是一切都是政治手段 最搞笑 他们说WTO 好了 一说WTO他就糟糕了 这个人不属书 因为WTO的仲裁机制在美国之下停摆了 应该这么说 这个 最搞笑 记不记得 今年 不是美国 在八个月之前 他们不是 将 香港 产地的标注 逼他们写成 是标注为 中国产地 中国制度 其实这个又不关系 统獨问题 这个是 因为他是 当中国香港是一个独立关税区才分开来写 那么 世界贸易组织就裁定 美国要求香港标注 中国制造的做法是违规 结果美国 是不接受 他现在都没有改 你自己破坏了 这个 这样的规则 你现在 你自己破坏了机制 好了 除了这件事之外 还好笑一件事 因为特朗普年代 就是做了很多事 令到 其实在19年的时候 WTO 上诉机制就正式停摆 当时 美国的媒体就说 美国可以放手打贸易战 OK 正了 如果 这个 日本告到WTO 那么中国上诉 你知不知道会怎么样 就是一直都会停摆下去的 无限期国志 好像今年2月 今年2月 美国在世贸组织 之下仲裁机构 你叫日本仲裁 但是 现在仲裁机构 是停摆 但是美国今年2月的时候 就在仲裁机构停摆之际 提出上诉 那就试图将 这个 仲裁执行 无限期国志 其实很简单 中国语 按你美国这样做 其实 这个执行 都是无限期国志的 是的 你这个 驻日的大使 可否属下输 还是你去到福岛 食了余生去沟港 还是他 反正 他明知故犯 反正都是不得 反正都是不得 而且很简单 他说我们WTO 做你靠山 台媒说 靠山靠山 台媒就可能真的不知道 什么都兴起 但是 最后其实 现在这个机制 今年2月时 土耳其就痛斥 美方 的雪茨 就 导致WTO 分 分 离息 2月份的时候 我再说一下这件事 只要中国用一模一样的 去做 你就跪下在日本 即是做不到的 WTO仲裁 美国在今年2月18日 在 WTO 资下仲裁机构停摆的时候 提出上诉 就想着 裁决的执行 无限割置 对此 土耳其就很生气 发了三点声明 另外 这次的会议上面 美国再次表示 不支持开启任命上诉机构 成员 这个叫做 是找个成员 是 异议的决定 所以现在 上诉机就是停摆在那里 你想想他 卡住在那里 不过他可能 他叫做WTO 是改革的 他说你那个不公平 你觉得对你不着手 你叫做改革 是起码等到24年他才开始 有时间搞 还有你没上诉 我们都说过了 起诉 即是告他5年 上诉又5年 你看一下 澳洲已经不用 澳洲已经放弃了 就是了 这些没用的 除非你 为什么之前欧盟和美国又可以在WTO的经典 是 但是那时候 是因为大家修复了关系 才可以 走多一步 其实 美国 其实 已经加入了 因为之前中国 和其他国家 加入了一个叫做 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就是NPIA 我们之前说过 是加入了 但是这个安排 已经被证明是稳定 有效和可靠 并且敦促其他成员国加入 但美国就不听 18年3月的时候 为什么现在WTO跪下呢 就是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根据1962年 其实大家都想到 1962年这些法律都挖出来 就是1962年 贸易抗展法第 232条款 以维护国家安全 为理由 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25%-10%的关税 同年11月 WTO争端解决机构同意 设立专家 组审查美国宣布 铝和银的关税措施 到了2022年 就是去年12月 WTO 发布了争端机构解决 专家的报告 你记住 在18年 是摆上去 你都是22年底你先 不就和我说一样 四五年 裁定 18年美国对 进口 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 违反WTO的规则 其实日本就想用这个 建议美国 予以矫正 但是在今年1月27号会议上 中国挪威瑞士 土耳其 中国香港五个成员 设置八项 议题要求全会通过 专家关于 美国 232条款下进行 钢铝产品加征关税 和美国 对于中国香港商品 实施产地来源标记 新规则 的五份 裁决 并且要求美国 撤销 违规的措施 美国 却在会前 对 上述五份裁决 全部提出上诉 其实中国可以做一模一样 日本就跪在 你没用的 你开了外球 和众裁机构 现在美国 搞到现在 已经停摆了 有些功能停摆了 其中 和土耳其相关的 案件编号 DS564 目前上诉机构 处于停摆状态 在停摆状态之下 美国明知这样执意 是 照行的话 司徒 其实他想着将仲裁 执行 是无限期割置 中国做一模一样的 其实 日本的仲裁就是无限期割置 如果中方是有心玩意 你就一样 是美国佬教识的 是吧 当然我们也觉得 可能 这个 这个驻日本大使 他应该是知道的 我相信他也知道的 我觉得是熟书的 反而台媒 那么兴起 拍了手掌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他真的可能不知道 原来 当时 2月27日 在WTO召开的 争端解决机构 例会上土耳其法 三点声明 第一是针对美国 决定 DS 564的 专家仲裁 提出无效上诉 表示关注 因为 现在这个上诉 因为他停摆了 这种上诉行为 是剥夺了成员方面 迅速解决争端的权利 第二就是 GATT 第21条安全 例外条款背后 的谈判 这个谈判历史 刚刚跟美国 最近的说辞 是相反的 而当年在起草这个条款时 美国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就是有关美国的 论点 即是 当一个成员国 受到另一个成员国 的基本安全措施影响时 需要的 適当 补救措施 是 寻求某些 索偿 而这种索偿 很难证明的 美国 如果对21条的解释 被接受 他们所知道的WTO 如果硬说 是国家安全 WTO 是分崩离息的 其实现在他做的事 都差不多 美国 这些退群 搞搞阵 都差不多 已经使得WTO 分崩离息 当然他们说 不是呀 你中国 入了WTO 之后 OK OK 但是 你们 好像 霸道很多 起码中国不会令到什么机构停摆 是吧 说回中国驻 WTO代表李成光 就表示美国似乎 将拒绝执行任何涉及 国家安全例外的不利仲裁 这个 是违背了 条约必需的 信守原则 其实中国好像美国这样玩 日本就跪在 但我看到日本 他说是这样说 我觉得他不会 因为没什么用 不如谈好他更好 不如谈好他更好 是谈不够的 是 当然你说现在美国佬 其实教识了人家如何做无赖 你教识了人家做无赖 人家也懂得做的 是吗 当然这样 这个也是最后一条 我相信暂时中国也不会这样做 其实日本 可能看到澳洲 诶你告了几年好像也不行 都是修补与中国的关系才有用 这个实际上是 这个实际上是 其实美国 他们当时特朗普政府就认为上诉机制濫用了权力 存在越权的仲裁 因为不不理于你你就是越权 输打赢 就是这些 对呀 阿鲁最喜欢这样 但是 初初以为拜登上台会不会吧 结果一样 一样 就说 超期审理 和法官 再任期 超市 WTO上诉 机构客观上存在 他就说 存在着没办法按照规定90天作出裁决 因为其实也很困难 现在你更加个人 作出了裁决 那你呢 你又不承认 又不承认 不理嘛 不理不就不承认 输打赢了 我没有说错你的 其实只要中国是这样做 他也是可以这样 日本也是做不到什么 其实现在说真的 日本 除了跟中国搞好关系 做些补救措施之外 真的做不到什么 你要看一样东西 当然台湾媒体说 全世界都不站在中国那边 被孤立 你干什么呀 大马 他加强 那个 海水的检测 复射检测 新加坡也有 还有 泰国 泰国也有 这些就不是世界来的 你说世界的孤立 你不要 其实你不要以为 只是 濕狗议员去 就很聪明 除了佩洛西之外 还有 坚如培石叫什么名字 蓬佩奥之外 其实最后就是 立陶苑 波兰那些人去 是不是 当然这些国家也有份量 但是 你不要忘记英国下议院那份报告说 台湾是个独立国家 隐好独立国家 不过没有被港泛受承认 好呀 你不过没有被 港泛承认 之前你所说的那些 你所说的那些全部都是废话 来的 没错 那岸田文雄呢 就访问东京最大的海鲜市场之后 为因应中国对我们海产品的禁令 将会 看看有什么措施 希望协助 愚民 我们这些 其实澳洲你经历过的 和你差不多 你比较糟糕 你第一第二市场没有了 我们没有了第一个市场 第一市场和第二市场差很远 其实都差不多 澳洲都好像没有补贴 好少 好少 他不是说帮你搞一些promotion 贸易部门的官员去其他国家搞promotion 或者打一下广告 始终你的体量是小我要是小 就是我指 接受广告的国家 其实 这个日经亦都说 日本政府将从财政年度预算当中都撥出 让你几百亿日 亿enes 很少 就资助相关措施 其实 在他说这个这个时刻 日本的軍费还到了 歷史新高 那你就一看 只是歷史新高 另外 另外我們又看數據 因為台北說沒有影響 不是 不好意思 你說沒有影響的時候 數據又出來了 原來這個以中國為最大出口地的北海道 現在相當緊張 因為線貝我們不是說跌了三成嗎 還有海森 但是它跌的是高級產品 其實跟我們之前不差不多 因為我們的酒都是跌一些比較中高檔的酒 但是這些酒包括他們的利潤率是高的 我也說過就算疫情期間有錢人始終有錢 都是吃美的 北海道相關的部門 原來就通報了 現在希望可以拓展新的路向 全面降低衝擊 但是相信都是很困難 北海道 窄房市 和水產加工 還有經銷團體相關人士開了一個會 日經報導 因為現在 中方暫停了 日本進口水產品 造成 巨大影響 巨大影響 不是好像台回說沒事 他們的水產局 局長 叫近藤 近藤章基 就說 中國大陸是 北海道水產品最大出口地 水產品制銷 現在令到我們的 產品價格應聲下跌 對漁業 經銷和出口界 有巨大衝擊 和 老三和 《市由時報》 倒轉說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這麼大的市場 沒有了 你說沒有衝擊 最搞笑的 我昨天看到《市由時報》說 恭喜南韓 為什麼 你們經濟跌了 這樣也恭喜 證明了你們已經擺脫了中共 我相信很多人會拿起拳頭 哈哈哈哈 這個北海道 當局就統計 2002年 全域海外出口水產 有833億日圓 其實也有幾十億 這個是 人民幣 銷往中國大陸 就佔了百分之六十幾 你說 沒有百分之六十幾 你誰買 你找哪個市場 業者就說 扇貝海森等等高級產品 價格已經是大幅下滑 甚痛不矣 當然 最後那條數字出來多少 未知 因為都是禁令剛剛開始 原來 這個 空中 空運 水產品的作業 已經停止了 專營新鮮水產品的運輸業者 由日本發到香港 再經香港到澳門 的這個 運量 已經被禁令前 跌了四成 還有日本 那些事 剛剛看到 這個 澳門新聞有人 違反了禁令 真是蕭威利 你有沒有以為可以過到骨 你知道 你這些頂峰作案 傻子 這個澳門其實是 最聽中央說的 對嗎 他沒理由為你 不要緊 你說不要緊 這個是你說 當然現在 單單 看分類 扇貝 有52% 是運往中國大陸 金額 也有911億 日本元 即日英 那麼 預先 這個條理的扇貝 應該是 有些開了邊 我相信就是那些 就是整個下 加工過的 那麼 56% 很厲害 香港是吃56% 13% 是到大陸 也有168億日日日日 你岸田 就是補這兩個數 還有其他 還有其他 就是出口到大陸 和香港 的預先條理海參金額 也是 佔184億日日日日日 其中 香港也很厲害 這個比大陸還厲害 這個好海參 去香港 贵海森不一定是贵 46.3%到香港 43%到大陆 这两个都没了 等于你的东西 就有70% 不是 不好意思 计错 是90% 是没了 哇 那就算吧 其实日本的渔民害怕也是正常 是不是 当然台湾的媒体说不怕 不用怕 减少依赖 是的 我也知道减少依赖 但是过程很痛苦 是不是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